名嘴癌是刘俊耀神秘首婚失败收场时多年锻炼女儿,恨我没关系! 52岁电视评论节目名嘴刘俊耀疑脏癌病是让人唏嘘,她以爱妻文明,曾为老婆陈欣戒烟减肥,甩掉21公斤,明明气喘的她,因太爱爱猫也能爱乌吉乌,和她养了十只猫共处一个屋檐下,其实她在陈欣之前还有过一段婚姻,只是她很少提及,她与前妻育有一个女儿。 女儿监护权后来判给前妻,她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她觉得他们母女俩也有自己的生活,她对失联十多年的女儿曾表示,如果你很恨我,也没有关系,因为我没有很真心的付出我的父爱给你,她会这么说都是有原因的,因为她在家暴的家庭中长大,爸爸拿烟灰刚狠咋妈妈,血水混住烟灰留下的画面让她有阴影。 对亲情的表达始终有缺憾。 刘俊要曾上节目《梦想节》57号,谈到她的家庭状况,透露家暴的父亲带给她很大的阴霾,当她看到爸爸很打妈妈的惨况,会觉得父亲根本是畜生。 当时年纪还小的她也逃不过被家暴的命运,当爸爸拿木条打被绑在桌角,一动也不能动得踏实,当时木条猛戳她的心窝一下子不能喘气,连自己的哭声都停滞住。 那种痛苦的情景对她来说仍历历在目。 刘俊要始终无法原谅她惯性外遇还家暴的父亲,当她知道爸爸过世,她说自己一点难过都没有,连告别事都没有去。 她的字典翻开来没有爸爸两个字,她从小不会跟人家拥抱,因为父爱对她来说是很陌生的感觉。 她与妻子陈欣并没有生小孩,之后也被爆料之余陈欣也是离婚收场,她和第一任老婆所生的女儿也很疏离,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二人间的关系,她透露至少有十多年没有看到她,也觉得这对女儿是很不公平的事。 她曾经写信向拉近与女儿的关系,但没有收到回信过,换算一下她女儿今年也二十二岁了,不知道她看到父亲过世的消息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。